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我们必须要做决定的最后一刻 那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是 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 就在客厅里面徘徊 我非常痛苦 觉得没有办法承担 我们有一个好朋友 他也是一个知名的妇产科医生 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然而他已经移民到摩西兰了 我忽然想起他来 然后我想 我不妨打个电话给他 他就很笃定的告诉我说 师母 你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来祷告 三个胎儿一定可以安然的出生的 我听了他讲完之后 其实我就是觉得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我就觉得我好安全哦 我好开心哦 然后我就把我的健康和三个孩子的健康 交在神的手中 然后我就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告诉先生这件事情 他也很开心 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不解态了 其实我的医生非常的开心 他到后来他其实他知道我们的态度之后 他其实后来没有生气 他就决定支持我们 他们可以说是三胞胎里面的祖月出生了 因为我是已经是34周又5天 所以已经是超过三胞胎的安全期了 那他们的器官都已经成长 都已经健康健全了 三个家起来已经超过5000了 所以我的肚子非常非常的大 就像一个桌子一样那么大 所以很多人来看我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动物园里面 对 我是工人参观的这样 我大概是在他们7岁的时候 我就回到学校了 我的想法就是 他们去读小一 我也要去读书 对 所以我是跟他们同步的 当他们见长越来越大 其实我的时间就被释放出来了 所以他们读书 我也读书 我也告诉他们说 你们读书的时候 妈妈没有在玩 我也没有在看电视 我也在读书 直到如今 我就是有固定的作息 然后有固定的运动 然后每天一定学习 一定阅读 就会保持一个不断不断向前的这样的一个姿势 我觉得人生要有这样一块 否则我就会觉得很没趣 我觉得我自己当我没有小孩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要求的人 或者说我是一个想把很多事情都做到完美的人 那当我有了小孩 我觉得我会更进一步了 我觉得我变成要求自己不怕失败 就是不断地不断地去尝试 永远不要放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